近日,Baby登上《五大女刊》之一的佳人十月刊杂志封面,为大家带来了一组不一样的新浪潮,将复古港风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不少时尚博主都对这期封面给予了超高评价,球球看到后也认为这组大片实在是超高能。 Baby困去温柔的长发,选择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寸头造型,搭配金属质感的shoker和超大耳环,近显身碎五官。 另一张黑白照片中,Baby坐在复古理发店的皮椅上,身着以及白色皮质套装,脚踩白色金属长靴,一手撑头,另一只手垂在腿上,营造出来的颓废时尚感,让人印象深刻。 拍摄场景在配合杂志主题新浪潮,不知是否意味着Baby想要与过去告别。 同样的一组造型,摄影师却选择了不同的场地,Baby置身在充满泡沫的白色浴缸里,背后是灰色大理石,双眼直视镜头,眼睛里是属于他的桀骜不逊,抚养之间也尽是率性洒脱。 在另一组造型中,Baby一袭红裙侧卧在清水浴缸中,双眼望向前方,配合散落在浴缸的红裙,一种淡淡的哀伤弥漫开来。 整组照片中,最令球球印象深刻的就是这张了,Baby身穿简单的白色衬衫,头上包裹着白色浴巾。 整组照片里唯一的色彩点缀就是手中拿着的那面复古小镜子,再搭配女人为十足的首饰和项链,透露慵懒魅力。 正如杂志所说,女生酷起来,男生靠单战,Baby就是这样一个,真正值得惊呼的突破。